在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之中,张艺谋算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一位摄影师到一个知名演员到后来的著名导演 张艺谋的事业发展时当真是励志 中所周知张艺谋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是肖华,两个人生有一女张默 在孩子七岁的时候因为巩俐介入这段婚姻解体 张艺谋与巩俐长达八年的恋爱 因她迟迟不给巩俐一个婚姻的承诺 把巩俐的青春都荒废了 八年后两人选择分手 婚日后巩俐跟黄和祥结婚之后诱因巨少离多 以及巩俐不能生育,最后也以离婚收场 如今巩俐的婚姻一直是迷 没有人知道她的私生活 而张艺谋的现任妻子是陈婷 陈婷在17岁时就与张艺谋恋爱 那时张艺谋比起大了31岁 当时张艺谋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两个人的恋情也比较低调 陈婷曾是北殿的学生 跟张艺谋恋爱后就办理了休学 之后陈婷先后生下两儿一女 陈婷年轻貌美温文而养 张艺谋的婚姻可不可以是让人羡慕 近日67岁的张艺谋晒出了36岁娇气的幸福照 结果照片一出便遭到了网友的谩骂 也引来了巩俐的不满 事实上张艺谋最对不起的就是她 巩俐的离婚也和张艺谋有关 当记者问巩俐如何看待张艺谋此刻的婚姻时 她竟用了三个字不要脸 此言一出真是打了老张的脸